大家好 歡迎收看行走 TIT 一起走進原住民部落 我是格德根 台東縣海端鄉位在台二十甲縣旁的廣原村 是由大埔 龍泉 景平三個聚落所組成 其中的大埔部落位在龍泉溪流域的右側 過往分別是布農族丹納社 以及網酬社族人的活動領域 日治時期日本人將閃住的丹納社族人 以及網酬社族人陸續集中在現今的大埔部落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前進 台東海端的布農部落大埔 一起來看看他們的故事 主演奧 这个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大埔部落 我们现在我们部落 大埔部落有差不多三十几户 有三个部落 我们的部落这大埔部落是比较小一点 我们是算一个广源村 我们这个大埔部落有一个户佑 还有广源国小 也要吗 你可能在吗 好啊 准备 Go 我们广源国小在推动这个体育竞赛的部分 我们前几年就开始在推广田径的竞赛的部分 第二个是足球 是刚起步 所以我们现在最能够看到成果的就是我们田径的比赛 我们小朋友特别有兴趣 预备 这里 放 这个田径的项目是他们的天赋 他们也热爱这个运动 所以可以从我们提议当中 田径的比赛当中 让他们学到 该如何去学习 自己对我自己的取习 我能够留在这边就是需要什么 我去打物 像我们的四百激励 大队激励也是浅现冠军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会影响我们 其他推动那个教育的有些比较隐藏教育意涵的部分 要让他们发挥 动 投 好棒 正经我看你会被淘汰 我跟你讲 都慢慢来的 好 好 那我们开始铭枪 好 那我们开始铭枪 去年二月我接任理事长之后 就把他们召集说 各部落要有一个机场 我们广源村的机场是在景品 但是呢 我们每一年都在那边嘛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改变 每个部落轮流办理设计活动 所以去年第一次我们就在大埔 所有的人 三个部落全部都过来 那边 我们就在那边做 今年呢就在这里 明年呢就在那边 所以就这样轮呢 大家有一个共同参与的感觉 因为我们部落都有领袖 领袖跟主席 给他们发挥他们的 在部落里面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对 大埔 大概都是从那个 卓西湘石平那边 谷峰石平那边 这样翻牵过来的 索古鲁曼 王姓 里面的索古鲁曼 然后有一些部分是 龙泉 有一些部分是从乌鲁立岛下来的 所以龙泉那边比较多 大埔的话大概是卓西湘这样过来的 比较多 然后我们以前呢 旧部落旧址呢 是在龙泉瀑布上面 那边有一个聚落 其他在口船中 他们也去过 还有石头 还有几个 那边还有平台 平眼就在龙泉瀑布的旁边 你是做教育的 怎么跟凤梨有关系啊 你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凤梨 就是在盐品桃园国小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上班 但是呢 碰到曾校长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华航机师 所以我才想到 有这么好的 又可以卖凤梨 又可以回馈小朋友的 这个方式 然后再来 他就要一棵凤梨苗 那时候是一块钱 花费的比较少 他的只要拔草 然后不要浇水 不要照顾的很多 没有费很多的心思 去想要用什么 让他长得漂亮 不要种下去就好了 然后呢 就除草 他只要长到了那个草 自然就长不过他 然后再就 撒一点蛋肥 就类似这样子 然后让他自己长 一年半 他有十八个月 的成长期 所以这个去年 一月二月种的 所以到今年的 那个七月 就要收成 我们下期见 这两块 怎样 对 对 对 所以你说那个范围是多大的 这个一直过去 一夹几下 我不知道 那一夹 那为什么你们 要反对他们的工店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是那个 本来就不好的东西 就抗议啊 嗯 就抗议啊 本来要做就抗议啊 那不是个得罪的 那个邱家的 有办法 该得罪就得罪了 我们召集我们 我们的那个议员啊 我们的乡长都站不起来 对啊 都已经通过了啊 我们都叫 此上的帮忙 之一 此上的人 我们是 我们为部落好 不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真是最堵 你知道吗 以后那个东西在这边 20年后 谁要管这个东东了 没有人要管 那我们部落就 就这样子 那那个 没有回收 那些 那个费量没有人回收 那时候我们 小孩子就会看那个 手机嘛 说那个东西是 那个都是不好的东西啊 以后 前20年 好20年后 地主不知道还没有在 还有一个问题 谁要丢这个垃圾啊 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 说这个东西怎么放在这边 你不回收 谁要回收 对啊 这种这种 你够 后面那个猫子 要休闲的 好啊 好啊 可以 你没有掉掉 那不是 可以 230 好 好 我们想要改行 因为那边开找货店嘛 对 我老公说 刚好我们这边有一块地 就做这个细水池 刚好那时候也是 台东的那个水土保持啊 刚好我们有一点点的补助嘛 叫我们说 看你们这边要不要经营做一个细水池 那时候是才这一间啊 那后来我们就给它过宽了 宽宽宽到这边 刚好也是想说 灌溉做个水田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水田了嘛 就刚刚好是说 要做这个细水池 然后再灌溉我们的水田 那一方面做这个钓鱼的休闲这样 之前是我们用这样子战斗池 我们一直亏呢 我们不会啊 那现在呢 那现在就是有一点赚钱了 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做怎么做了 怎么赚钱呢 现在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用这样一杆 用那个休闲池那种的一杆一百五这样 一百五 对 用一百五 一天喔 一个小时 对 一天 一天喔 对啊 就想说给他们做个休闲啊 那哪赚什么呢 一天一百五 还好他们会买吃的啦 买饮料买酒啊 这边还可以 他们说要吃什么就那个啊 一般的料理啊 对 料理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以林县为主 对 以林县 这个林县后面是华林县 华林县喔 嗯 所以你们算是最 以台东来讲是算最北的 乌龙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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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有没有看到 嗯 那个也是 那人家都做水道 为什么你要种玉米 你是怎么分的 因为第一起切水 我们这边的饮量很少 嗯 很少嘛 就说 我不要跟人家争水 嗯 就种玉米 就玉米有多大 你说 目前是只有三甲半 嗯 嗯 这边 嗯 那总共你种的是有五多 差不多十甲而已 可是 在我们这边比的话 是算是 中下 十甲而已 嗯 中下 位在花东粽谷的大浦部落 有着依山傍水的优势 它的地理位置 涵盖了高山 丘陵 以及平原等多样地形 加上充足的阳光和水源 种植出许多种类的农作物 也使得农业成为 当地最具竞争力的产业 休息一下节目的下一段 将带大家认识一位 大浦部落的返乡青年 担任大浦部落会主席的王继国 是布农族人 因为家中遭逢变故 选择了返乡 除了陪伴母亲 也努力工作 回到部落之后 他成为农民 在惯行农法和友善种植之间徘徊 近来他学习操作农用无人机 协作各类的农士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成为新时代的农民 而在成为部落中间分子之后 王继国又是如何引领族人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请看我们接下来的报导 主席 那个熊人怎么会 怎么会抓到那次 跑到哪里 那个熊是 这边是种香蕉 这是种香蕉 然后香蕉的工人 就是他捡到 然后那时候有狗在追 那只熊也很瘦了 因为好像一个礼拜前 就有人一直在发现 乔头还没有发现过 然后在雪田里面也有看到 一直以为是我们的养小黑 所以就没有很在意 然后就那些工人抓到说 他可能也不知道那什么 他就直接抓 然后就直接给我们看 然后叫我们赶快把它处理 就是说赶快就让我们去做通报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 我们就把那个熊抓过来之后 然后马上就 就通报下来的那个淋宝鼠 在这边啊 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那个树下面 树下面 对对对 那个下园 因为那时候也有狗在追 我们拿过来之后 我们就给它 我们赶快上网查 水煮蛋啊 然后你赶快去找蜂蜜 看什么蜂蜜 你熊喜欢吃蜂蜜嘛 然后 比较好笑是 那时候刚我 朋友有送我那个火龙果 红色的火龙果 我们刚才知道 然后他一吃 他嘴巴都是红红的 然后淋宝鼠的人来 以为说我们有打他 他嘴巴都是血 哈哈哈哈 那时候蛮好笑的 也是一个很好笑的插曲 嗯 然后那时候他们一来之后 就开始造养 然后我们就放在那边 放一个礼拜 看看母熊可不可以 下来 下来带他走 结果都没有 所以可能母熊可能也是 不知道怎样了 对 我会被你们 有 有人说可能是改 改嫁了 哈哈哈哈 前面都是您在喂养就对了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专业的那个营养师啊 他会来这边 那时候小熊给他飞到商商的时候 也是邀请他们两个去那个 台塘那边做那个直升机啊 再回去 你们没有做直升机哦 他们两个小熊啦 哇 小熊给他们飞手 拜拜 然后他就去沿海的那边路 然后他就是给他 就放掉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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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之前在林口当兵嘛 当职业军人 然后当当那时候 跟我家里有出事情了 然后我想说我们家四个兄弟 一个妹妹 他就想说家里 要有一个男的 来 回来顾家里 因为家里是妈妈了嘛 妈妈跟妹妹 要是说是个女的 主项 如果是反正的 我们都会有什么 有一个人 挺厉害的 嗯 嗯 你们身 你眼睛 一眼睛 啊 一眼睛 要半个眼睛 這是飛鼠劍筍 飛鼠劍筍 對 先打開 有那個生薑 蜘蛛主也會吃劍筍嗎 有 這個劍筍是萬榮商那邊的 萬榮的 我們這邊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下 我們這裡缺雨水 對啊 暑期今天是什麼局 今天是獵人港恩會 然後那個 我們的 就我們的拿票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領袖要 感謝我們獵人 就我們吃個飯 然後順便頒一下獎 頒發我們的獎 頒發我們的獎 對 慰勞我們 要不然你沒有獵人 沒有那個 就 好 沒有獵人就沒有參龍了 也是啊 我在 退伍前半年 我就開始在準備 要投一個叫做 新年創業貸款的計畫 他說資格嗎 像是貸款三百萬 他說我準備了 我說這樣 我準備大概 三四個月了 銀行公園來看之後 完全被打槍 然後他還跟我說 你們這裡是原 你們這裡是原住民地區 然後 生產力不夠 然後你帶這個錢 你一定還不出來 就有點大約 有點 起勢的感覺 他說你們這裡不是都喝酒嗎 這裡怎麼會有生意 他就這樣跟我講 第一個我有那個退伍金嘛 然後第二個就 想盡辦法趕快去更榮會貸款 就我們的食尚榮會 對啊 那時候也帶了用餘 然後也花了大概一百多吧 然後就開始慢慢有一個出行出來 還有那個時候 聲音來說不錯 就是 就是我一接之後 聲音開始 然後之後的話 我就開始慢慢先走農業 就是從 先做太工 就幫人家撒肥料 噴藥 然後就是 我早上去工作 然後中午回來之後 下午就幫忙 顧跳一次 對 像以前是要整天 因為以前的生意真的還不錯 所以一定要整天 對啊 然後之後就是 就是 稍微比較有規模之後 我一個人做不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 我去購定說 看他要退伍 然後跟我一起回來做 對 然後那時候才 他才一輪就輪退伍 然後回來做 然後 然後剛好也可以陪家人的 藥都用這種加油站的喔 對啊 藥槍 然後是針對 到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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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房 對 多寬嗎 一天如果順順噴到 大概也是 十幾家左右吧 對 剛開始做這行的時候 有點被排斥了 因為紫寶機這一塊 他們會說 因為我們的水量 會噴得比較少 跟一般人工在拉管 是差大概十倍的水量 對 所以他們會說 這麼少的水量為什麼 會有效果嗎 對對對 然後就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我就先從我的水田 去做測試 然後我們的朋友 好 OK做房 產量還比他們用人工 試做的還要好 才慢慢大家開始 我們部落仔開始做接受的 就是有效率 省農藥 然後又有 你只要一噴 就馬上可以有效果 什麼 你就不用再去找 我們幫你拉管啊 然後還要準備桶子 這樣 錢的作業就不用那麼多了 你只要跟我講 我們在打藥 我就可以幫你去拿藥 然後幫你噴完之後 就拍個照 那時候我噴完了 請飛 飛行高度合理 請接受飛行 你回到原點 欸 等一下回到原點 然後就開始作業 就以去年好了 大概是在一千多甲所有一年 一年一千多甲 對 大概 你從哪裡有 從來開始補到哪裡 我這裡最南部是到那個嘛 鹿野 以北是到玉野 對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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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的時候一定會有瓶子 就是說可能會有 重點 就是要隨時去改變 風險不顧一定要做好 就是說 沒有我這個失敗了 我是不是馬上轉個道路 是不是剛好跟這個是很相關的 像我現在就是我做魚池 可是我發現生意不是那麼好的 我馬上就開始走農業這一塊 然後就開始做代工 做做做 發現這個代工也不錯做了 然後現在 女子生意可能 生意量變少了 那是不是要轉型變成是 走體驗團 然後大陸的觀光 其實這要變得要做轉型 從青年返鄉到地方創生 從黑熊保育 創新耕種技術 再到反光電自救會 我們看見部落族人的努力與團結 在重拾文化脈絡與翻轉部落之間 尋找自我和文化傳承的生機 同時也期望生活 能夠慢慢累積正向的能量 堅持不變而綿延流長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請走TIT 我們下一個部落見 聽歌唱會 魔力専門 令潔